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我们还是关注中国国内的民生问题 任何人都不过是人 任何人你把自己看得再高 你也得柴米油盐 你也得要吃喝拉萨 你要吃饭 要睡觉 要赚钱 要过日子 要养家糊口 所以任何人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假装高调 过去叫做豆丝皮修一闪念 现在叫什么雨细包子 露起袖子加油干 这都是装插的路子 所以我们不要上当 时时苛刻关注民生 时时苛刻 所有我们都是一个不过是人的人 所以要把养家糊口 把柴米油盐 先要解决好 否则你其他的都是忽悠你的 不管谁跟你说 都是忽悠你的 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又出台了一个政策土共 说你的养老金 我们知道中国人很多人还是很相信共产党的 相信政府的 比如我家就有一个很直亲的人 他就是吃饱了没事干 他本来跟我一样的 是一个自由人 自己赚多少又花多少 是吧 银行里存了一点钱 完了以后准备养老 结果他也没跟我商量 居然又回到过去的单位 又买了一堆的养老保险 社保 养老保险 说要交到什么时候 以后退休了 就可以从政府的社保机构 领取养老金 我当时就一通臭 但是人都大了 各自有自己的生活 各自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是骂归骂 我也不会干涉他 你交就交呗 反正你冤枉强化的多了去了 是吧 所以最近出台一个措施 共产党真的是臭不了脸 说你养老金如果连续没交足15年 比如说你只交14年 或者只交10年 你以后退休了 你是领不到养老金的 那领不到养老金 因为领不到呗 是不是 那问题是 我之前教的 你能不能退给我呢 你想多了 不可能 而且不仅不退给你 还要你如果一言七交 或者你中头断了的话 立马作废 而且还要 如果你再继续交的话 还之前没交的 你要补上 不仅补上 还要收你的支拿金 你知道吗 哎呦喂 真是土工 真臭不了面 他就把这个事 就做一个文件就出来了 就是养老金 你如果没交足15年 完了以后 你退休了以后 你不要以为你有养老金 你一旦你决定 你相信共产党 你相信共产党的养老制度 相信共产党的社保制度 完了以后 你就准备 就是当韭菜一样的爱宰吧 是不是 至于你以后 你即便你交了15年 你到底能领不领得到 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共产党还能不能撑15年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都讲的 中国人的养老问题 就是两个办法 就是两个办法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有三个办法了 有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办法 养儿防老 你如果说你有福气好 你把孩子交得好 儿子有 儿女也有孝心 他们的赚钱能力也不错 除了他们自己养家糊糊以外 还能够抽点钱 抽点零花钱 给你的晚年的生活 给点生活费 就了不得了 这就是中国人的晚年生活的最高境界 比如我妈现在跟我的关系 就这样子的 我大概一个月给他两三千块钱 你说一个农村的老太婆 一个月三千块钱 她根本还不完 你知道吗 你说多少人都领没到这么多钱 是不是 而且三千块钱还是只是生活费 就是你买菜 买米买菜买水的钱买牛奶的钱 你生了病 我再给你 你花多少钱我给多少 比如生了病 这场病要做手术给你十万 要十万我就再给你十万 等于就是个生活费 是不是 所以我妈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人 是最幸福的老太太 因为儿子有孝心 儿子有能力给他钱 是不是 这是最理想的中国人的养老生活方式 第二个养老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攒够钱 你不指望儿女 你说你的儿女有可能没用 没出息 有可能是个 我们那边叫翻身子 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不孝无孙的人 是不是 完了以后 你指望他有什么用 那还不如自己存钱 自己存一个几十万块钱 你不要替那些所谓的财经专家 跟你瞎算账 说你现在从50万到时候 你的50万就什么都不值 你不要替他们瞎算 你知道吗 你没有任何意义 它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错位 它有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 你这个东西 这种东西你就是什么呢 就是信仅为王 比如说你现在存50万 你也许到了10年以后50万 就不不止50万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还是50万呢 你还能 你可以接受你的开 接省你的开支嘛 是吧 可以降低你的消费水平嘛 人年纪大了 不是说你要过上一种紧一余式的生活 而是要有基本的资金够你能够吃喝拉撒 不至于丧失你的晚年的生活的尊严 是吧 不至于让你去牛郎他乡 不至于让你去当乞丐 知道吧 不至于让你去穷死街头 饿死他乡 你知道吗 那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记住啊 那个目标不一样 那当然第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就现在这就是我们的办法呗 就是你离开中国呗 是不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意义不舍 对中国的这种这个健康王化 这种这个垃圾环境 地沟游的社会 是意义不舍的人 有一个办法是可以的 一个人之所以对中国的健康王化 对中国的这种垃圾的 这个所谓地沟游的市场不舍 他是想赚钱 因为他觉得自己去国外以后赚不到钱 OK那我就退一步啊 就是你在60岁之前 你不是60岁退休吗 55岁退休吗 你退休你退休之前 你可以去使劲赚那些给中国的那些钱 没问题 咱都是人 咱不要长高调 不要苛求他人啊 中国人有些人就是自己做不到的人 特别爱苛求别人 都是一群精神病你知道吗 我现在从来不苛求任何人 完了以后等你55岁退休了 你钱也赚得差不多了嘛 因为你老了 你年纪大了 你想赚钱赚不到了是不是 这时候你再想办法离开中国 离开中国以后 哪里赚到的钱 在国外比如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在美国 美国美国都不行了啊 在这些个比较稳定的国家 你去交一份这个养老金是吧 买一个国民保险买点医疗保险买点大病保险 完了以后你享受这个国家的福利待遇 是吧 你老了以后你真的就不愁什么 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你的消费欲望就就就就降低了 你就是有有点吃的有个地方住就可以了 你还想怎么着 是吧 你也不可能去再买车了 你也不可能去再去买大房子了 是不是你也不可能去离开到穿名牌了 是不是你何必呢 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办法啊 没有别的招数啊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讲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说前几天我们不是讲过一个话吗 就是说中国的有些个地方土工啊 说要给农民暖被子暖被窝的运动 是不是 然后湖南那个地方是出腰窝的地方是有垃圾啊 那个地方是最垃圾的啊 说说什么 鼓励这个现在年轻女性呢 在嫁人的时候 不要往城里嫁啊 要往农村里面嫁 结果呢 被一些个中国的这个韭菜就切得个要死 你都什么跟什么呀 你把我们把我们当二百五呢 往农村里面嫁有病啊 然后就一通臭骂 哎 结果这个新大微博啊 把这个骂这些个政策的这个现象啊 把它上了热搜 因为骂的人太多了 就上了热搜榜了 就这个事情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 真的是很有趣 就是老百姓呢 虽然是韭菜 虽然就年年年天天月月 岁岁年年都被共产党割韭菜 都被共产党的新无年不可忽悠啊 那说起新无年不我说也没呢 你看我说话就拿家常的 普通话也不不是那么标准 说话呢也不异样顿挫 坑枪有力 也不自成一腔圆 但这就是我想要的风格 你非得要逼着我说话 说的像中国新无年播的那样 像个太金样的说话就有意思了吗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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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假不假是有意思吗 所以有些中国人他被洗脑 他不知道 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 中国人他还是明白的 比如说我一个女孩我长大了 我要嫁人 我肯定要往城市里面嫁 是吧 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 有富之人住街角 是不是 你再穷再苦的人 你如果在城市里面当个牛腊汉 都比在村里面强 是不是 这个道理多简单 中国是古以有志的一个民间的小智慧 你这会儿要农村的那些年轻女孩往农村 要这个一些年轻女孩往农村里面嫁 你是骗谁呢 是不是 有病啊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里也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生活的小智慧 我说了 咱是谈民生 咱不要苛求人 你我都不过是 你千万不要跟我装 我是坚决不装 你看得懂我不装 你说明你有点之后 你看不懂 你觉得我这个人是这个缺点 那个缺点 那你随便你说 我呵呵一笑 我根本不回应 我瞄你一眼 我承认我叔 有些人就是真是智商欠费 我现在发现了 听不见人话 我告诉你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 年轻女孩 你拼了老命 你都要去城里 你到城里的人 你拼了老命 你都要去大城市 到了大城市的人 你拼了老命 你都要出博 明白吗 生活在别处 我说了一万次 再聪明的人 在自己的老家都不灵光 都被人看不起 你说我这个人 如果我不离开老家 我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是被一个 最垃圾的人看不上 他就觉得你不在地 知道吧 但是你一出去 我们经济学 解释的很清楚 你一个人 你有什么才华 你自己根本也不知道 你必须去大地方 去大地方 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会有机会 不是因为大地方的机会 遍地都是 而是因为你 你能够发现 你的比较优势 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下面 你能够看见 你的才华 你的特点是什么 你的比较优势会出来 比较优势是个什么东西 比较优势是个经济学的术语 知道吗 这是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之后 又出了个经济学家 叫做李家图 有些人学经济学 饲养师的人知道的 李家图的 他就是要比较优势 后来中国的 所谓垃圾经济学家 林尼夫就学到这么一个词 要跑回中国 就给邓小平摻了一本 就是我们中国人 要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 那怎么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 你要融入全球体系 那不也是 你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人 你要生活在别处 你要开放 你只要在全球的框架范围 真的你的比较优势 才得以体现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你千万不要听 共产党的忽悠 不要说你真的 嫁到农村去了 不可能的 倒是在日本 在韩国 在台湾 这些个地方 嫁到农村去 可能有可能 因为人家的农民值钱 人家的农产品价格很高 人家尊重农民 是吧 他没有农城乡差别 你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户口 城乡 城乡差别极其严重的地方 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事情 一个农民的房子 你下面那块地 叫宅基地 宅基地就是小产权 但是你他妈的 你一个城里的人 你买的房子 就是70年产权 你跟我说你凭什么 你跟我说看看 你凭什么 农民他妈的不是人吗 农民的房子不是房子吗 缺德你知道吗 你这个时候你忽悠年轻人 就嫁到农村里去 你有本事 你习近平 你把你的闺女 嫁到农村去行不行 你为什么要住在美国呢 特别无耻啊 那当然还有第三件事情 也是民生问题啊 就是现在全中国都在 都在都在抢税嘛 就是要就称为补税嘛 我有一个哥们 他以前有个公司 现在不想干了 想注销 结果就面临一堆的罚单 要补税 还有交质拉金 还有一些网红 你知道吗 就是过去在网上刷单 刷的特别的 尤其是人工造假的 相信数据嘛 大数据嘛 是不是 结果现在被共产党的数据 盯着 你有这么多刷单的大数据 你得给我补税 有一人他们说的啊 有一人一个做网红的 一个做网店的人 要补多少是呢 补662万 吓死个人 这个事情 关于民生他在哪里呢 就是你任何时候 你记住啊 你我都是小人物 你心里要有几个 最重要的准则你一定要有 第一你永远不要相信 所谓的大数据 大数据这个东西啊 它是政府用来管制你的 不是你用来赚钱的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所以你一个个人说什么 大数据 你是老子进水啊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什么 任何时候你在中国 你都不要相信政府的话 说政府给你省计省计 他省计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如果忙了半天 他省计了半天 省计来省计去 他最后没闹到钱 他这个人工成本 时间成本 谁来跟他弥补呢 所以他省计的目的 你只要是参与共产党的 任何省计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理由 让你罚你的钱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在中国你要把 想把日子过得有点人的日子 你要想自己不被割韭菜 很难的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有一些最简单的 最真实的 最接地气的智慧 我认为我是有的 真的我是有的 我在中国我从来不买社保 我从来不买社保 我就是叫做三无人员 没有社保 没有单位 真的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的日子过得最好 我最自由 是不是 你说你有性的有性的人 因为我新兴念的 去个大公司 当一个什么什么高务管 能给你多少钱呢 还有些新兴念的在大学里当老师 我都有这个机会 我不去 坚决不去 你能给我多少钱吧 一个月给我一万块钱 了不得了 你一万块钱 你给我塞牙缝吧 是不是 我告诉你 第二就是什么 永远不相信共产党的大数据 你一定要记住 大数据是忽悠你的 不是让你赚钱的 真的 第三就是什么 就是养老的事情 养老的事情 嫁人的事情 你一定要记住 传统的智慧永远被当下的 那些所谓的脑心急转弯药管用 就像我说的 是不是 叫做什么 有夫之人猪接脚 这是个很对的一句话 生活在别处 这是文艺青年的话 也很对 那圣经理说的 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也不蒙悦纳 就是你再聪明的人 你可以遇见未来 但是你在你的脑子 在你的乡里 乡党里面 乡亲里面 在他们眼里 你就睡个250 你何必呢 是不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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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